大家好,我是梁医生 很多人看手机,玩电脑,或者看书时间长了 就会觉得眼睛干涩,特别不舒服 甚至严重点,会出现眼睛发痒,发红,迎风流泪这样的问题 很多人说我也没什么好办法,我就滴点眼药水吧 但是你发现,同样看手机,看书的时间,别人没事 就你自己眼睛不舒服 你要想一想,可能是你身体的内部出了问题 就不要光去点眼药水了 那我们想,眼睛的问题是和脏腑哪个有关系呢 我们讲叫肝开窍于木 那我们就想一想,如果肝出了问题 它就先影响到眼睛 比如说肝火旺了,它就往眼睛上跑 就会觉得眼睛阳,眼睛红,眼睛特别难受 但是如果说肝太虚了 比如说肝的阴虚了 它就没有水往上来供养到眼睛了 所以说眼睛你稍微看点东西 稍微看手机时间长了 它就开始眼肝眼色不舒服了 那这种情况我们要干嘛 你只要把肝给养好了 去滋补肝阴 那肝阴足了,自然水上来的就多了 那这些阴夜上攻于眼之后 你自然看的手机时间长了 也不容易干涩了 但是我们讲肝在五行属木 而肾在五行属水 那水生木 所以说你想要去补肝 你不要光去补肝 你要干嘛呢 你要去补水 为什么呀 你想想木头 你想长 你得给它浇水 你不给树浇水 它能长起来了吗 所以说我们平时说 讲肝怎么讲 叫滋补肝肾 所以说这叫肝肾同源 什么言言自己呀 就是你想种树 你得浇水 所以说你得先把肾补了 再把肝补了 那这种情况下 它这个肝肾的阴夜 才能上成 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那比如说我们最好用的一个药物 叫做明目地黄丸 那它是在六位地黄丸的基础上 加了构器菊花 还加了一些可以明目的 像吉利 像石绝鸣这样的一些药物 那么它技能可以滋补肝 滋补肾 有六位 有菊花和枸杞 那它又能去调节眼睛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最常用的 就是叫做明目地黄丸 你一定把这个名字给记住了 眼睛不舒服 眼睛干眼睛色 你就要吃一吃它 效果还真的不错 但是你说我不对了 我现在经常的就是眼睛红 眼睛痒 只要是一不小心 这眼睛就上火 那这个时候证明 你可能有一点 这种肝火上饭了 那我建议就要用清肝火效果 更好一点的 叫做石虎夜光丸 这个药物也非常非常的有名 同仁堂就有 这个药物就有比较好的 这种养肝的 明目的 但是它还有这种清肝火的作用 对于呢 这种眼睛容易上火的 这种事物模糊啊 眼睛不适的问题啊 它效果就很好了 那最后呢 我再教给大家一个小方法 我特别喜欢用啊 就是眼睛不舒服了 或者用眼 用一段时间了之后呢 你呢 就可以用这个方式 你呢 去找一点桑叶 再用绝明籽 再用菊花 最后呢 加一点吉利 那么把这四个呢 放到一个小锅里面 不要大呀 稍微加上一些水 去煮一下 煮呢 大约五分钟左右 就煮开了之后呢 五分钟左右 那你呢 放到这儿 你用这个热蒸气啊 熏一熏眼睛 你会发现呢 这种热蒸气啊 上工之后呢 去一熏眼睛啊 就有比较好的 对于这种恢复啊 眼睛疲劳啊 去呢 调解这种视力问题啊 就有比较好的这种效果了 那比如说呢 你呢 煮开了之后 找一个杯子 你倒到杯子里面 你这样呢 去熏眼睛 它呢 就比较集中一些了 那熏一熏右眼 再熏一熏左眼 就可以了 这个不是喝的呀 这个只是熏眼睛的 有比较好的这种 明目的功效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 还有像菊花呀 桑叶呀枸杞啊 这个有比较好的这种 自不干肾 明目的作用 但是呢 建议还是在 医生的指导下呢 来去抓取啊 进行使用 那最后呢 我再教给大家 两个穴位 如果你觉得呢 眼睛不舒服 可以按一按它 那首先呢 第一个就是可能 大家每个人都知道的 叫做精明穴 在我们的这个木内姿 我们呢 可以去揉按这个穴位 一定要按的 有酸麻胀的感觉才可以 不要光按皮 按的有酸麻胀的感觉 可以去揉按一下 这个穴位 还是非常好用的 那第二个呢 我们既然说的 干开小鱼木 我们就选一个呢 干筋的圆穴 叫做态冲穴 态冲穴呢 在我们的脚上 在我们脚的大指和二指之间 这个指缝处呀 向脸往上推 推到这推不动了 这儿就是态冲穴 这个穴位呢 有比较好的 这种调肝的作用 对于呢 因为肝肾因虚 导致呢 这个视力出现问题啊 眼睛不舒服 也有比较好的调理效果 好 讲到这儿 如果说眼睛出现问题 你知道该怎样来调理了吗 本期课程到此结束 更多健康知识 请关注我